在上期的视频中,我们解读了推背图第四项的称言部分 在本项的称言中,推背图不但预言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混乱,阴影反备 而且还要我们预言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方面的许多成就 以及这个混乱局势,它终结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般送言都是对称言的详细阐述 而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细节,还有推背图对这一时期 以及这一时期的执政者,都是怎样评价的 在本项的送言里面,都给我们做出了详细的预言 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解读这一项的送言部分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解读推背图第四项的送言部分 我们来看这一项的送言 我们还是先从送言的前面两句 我们来看 关于这一句送言,我看网上的解读非常的多 有一种解读说 帽而需戴穴屋头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 戴着高帽子被批读的事情 还有人说,这个穴屋头代表穴这个字没有头 也就是没有上面那一片,也就是个敏字 但是依我看来,这样的解读都已经过于牵强了 戴高帽子跟穴屋头没有半点的关系 而把穴屋头结成敏这个词 那么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又预言了什么 我想这一点,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了解推背图的朋友都会知道 这句送言里的穴屋头这三个字 就是推背图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法 那就是拆字,阻字,以及字形特质的暗指手法 比如推背图第十项,墨屋八牛 就是由八牛组成了一个珠字 还有推背图第三项,日月当空 就是由日月和空组成了一个罩字 这些都是阻字的手法 而且这也是推背图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手法 还有一种就是拆字 比如推背图第五项 截断朱销,方剑日,更无一粒,乃虎安 这里朱销的销字,截去上面的朱字头 就变成了一个宿宗的宿字 而更无一粒,乃虎安是指利字没有了一 也就变成了使这个字了,指的就是十四名 还有一种就是字形暗指 比如推背图第九项,万人头上起英雄 指的就是皇朝的皇子 因为皇的上头跟繁体字万的上头 都是草字头 也就是指一个草字头姓氏的人 其实也就是皇这个姓氏 还有推背图第28项的草头火脚 指的就是燕王的燕子 燕这个字的上头和脚下 确实就是草字头火字底 所以从推背图拆字组字 尤其是从字形特贴暗指这些手法的运用上 可以知道,在推背图里面这个头 指的确实就是某个字上头的不守或者笔画 所以本项的这句颂言 冒而须带削无头 这里面的头指的也应该是一个字的上头 而且削无头这个案子 其实在推背图已经发生过的挂项里面 就有一个几乎跟这个颂言一模一样的案子 那就是推背图第十项的称言有削无头 这里的削无头指的就是削这个字 没有了上头的一匹儿,变成了一个名字 所以乍一看 似乎本项里面的冒而须带削无头 也应该跟第十项的称言有削无头一样 代表的应该是一个名字才对 但是当我们仔细评维这两句话的时候 还是能够评维出来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在第十项里面 它的称言是有削无头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是有削这个字,但是没有头 而本项的削无头 由于没有有这个字的存在 它可以代表是削这个字没有头的意思 也可以代表是削和无这两个字的头 我们也知道 无这个字的翻底字 它的上头也是一片 所以可以代表这个削无头 指的就是削和无的上头 也就是那一片 其实关于这个削无头的暗指 金生探也是这么解读的 关于这一项 金生探助解说 此项以武士善获兵权 制造地附天分之户 由于白信者平之 它这里的白信者平之 白这个字 其实就是取得 削和无这两个字的上头 也就是那一片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一项所预言的这一时期 并没有一个决定局势的 白信人物出现 所以金生探这一个解读 算是解错了 不过他这样的解读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削无头的另一种解法 也就是说 削无头 不只是只能解脱出 敏这个字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在第十项中的 有削无头这句称言 它拆字而成的这个敏字 是跟前面一句称言 求水不敌的求子 合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瘟字 是这两句称言 拆字组字 共同组成一个字的情况 相同情况 还有特别读题49项 它的称言 山谷少人口 玉角十七朝 山谷少了下面的人和口 变成了上面一片一点了 也就是八这个字 没有了巢子 就只剩下一个副刀旁 也就是个刀 这两句相互组合 则就是八个刀 组成了一个分字 代表国家分裂的意思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 或许这个削无头 指的并不是两个字的上头 同样都是一撇的这个笔画 而是由这两个字的上头 共同组成了一个字 或者一个词组 我们来看这两个字的上头 当我们把这两个字上头的笔画 取下来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也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一撇 变成两撇 这样好像还是没有办法 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汉字或者词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削字的上面确实是一撇 但是当我们再仔细看这个无字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上面 其实不只是只有一撇 严格来说的话 应该是一撇加一横 也就是说 这里的削无头 去他们两个字上面的部分 也就变成了一撇和一撇一横了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还会发现 这样下来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把它们组成一个字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的上头 任何一个进行一下水平翻转 组合在一起 立即就会变成了一个 我们能够解读出意思的两个字了 也就是八一这两个字 其实我也在历史上的碑帖里面 考察了关于 血和无这两个字的写法 关于无这个字 他的写法 又是接近汤初 甚至汤朝之前 二进南美朝时期 塔德上头 在写一撇一横的时候 往往会把这个横写成一勾 比如楚岁良的无字写法 欧阳荀的无字写法 以及更早的北魏时期 道将造像中无字的写法 还有魏陵藏造像中无字的写法 然后血呢 这个字在汤朝的碑帖里面 我没有查到 但是在汉马王堆的波书里面 他的上面一篇写成了一横 其实血这个字 在最初演化的时候 他的上面也是一横 然后再去无字的上头 和血字的上头 也能够组成类似八一的字样 所以无论是从标准楷书里面的血无头 血翻转一下 还是在汤初之前 血无头的写法 都能够组成一个词组 也就是八一这个词组 或者说是一个图案 也就是这个图案 八一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得到这个八一的图案之后 我想我们许多朋友 一下子就能想到是什么了 那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因为八一是建军节 也是我们军队成立的纪念日 而且在建国之后 我们军队的军帽上 也首次统一的戴上了八一军徽 八一军徽又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为相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 中欠金黄色八一两字 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6月15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 就在这次大会上 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的名义 发布了关于公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军徽军徽样式的命令 命令中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军徽样式 为相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 中欠金黄色八一两字 译称八一军徽 关于这个军徽里面的八一字样 其实还经历了一些波值变化的 1950年 中国推出了五陵式军服 这套军服的冒灰采用了红色五角星 五角星的中间是八一 到了1955年 中国军队又换发了五五式军服 冒灰中间的八一没有改变 1965年中国军队开始换发六五式军服 六五式军服中冒灰还是红色五角星 但是取消了中间八一的字样 六五式军服使用了20年 这段时间里冒灰一直是红色五角星 到了1984年 也就是建国35周年的幼兵市场 八五式军服第一次亮相 这一系列军服在1985年开始全面下发部队 八五式军服的一个亮点 就是冒灰中恢复了八一的字样 三年后八七式军服开始配发部队 这一系列军服也沿用了八一冒灰 所以这个八一其实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 而帽而须戴穴屋头这句送言 这里的穴屋头指的也就是八一这个字样 也就是戴着帽子上的八一军灰的意思 而戴军灰的帽子其实指的就是军帽 所以这句称言也就是预言了 全国所有的军队都戴上了八一军灰的军帽 其实也就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 并且建立了新中国的意思 但是关于这句送言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句送言冒而须戴穴屋头 里面的须戴两个字 是不是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就是戴上嵌有八一军灰军帽的这个行为 似乎有一种强迫的感觉 或者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 我们知道军人戴军帽天经地义 佩戴军帽不仅显示了军人的威严和严谨 而且还是军人尊严的标志 但是这个须戴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在那个年代 每个人都必须佩戴军帽吗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 中国社会非常流行戴解放帽 许多青少年都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 头戴草绿色军帽 尤其是在无战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军帽即是代表革命的象征 也是红卫兵造反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时红卫兵典型的着装就是 头戴绿军帽 身穿绿军装 腰间素 武装袋 左臂配红袖章 手握红宝书 一颗红星头上戴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头禅 所以文革时期 军服边大型七道成了石装 不爱红装爱武装 也被许多女性奉为闺脸 视为理想追求 许多狂热的青年 最向往的就是拥有一套绿军装 所以这句冒而须带血无头的宋言 里面的须带其实并不是强迫的意思 而是一种时髦 一种相往 一个时代的特征 而且这句宋言 不但我们预言了新中国的建立 也预言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这一时期 它的一个突出的着装特点和文化特点 更重要的是 这句宋言也为我们点出了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运动 也就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运动 因为红卫兵从他们人人都穿着绿军装 这种近乎强迫正式的着装来看 用这一句宋言 貌而须带血无头来形容 简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其实红卫兵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 大众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 也指其成员 广义的红卫兵范指 将自己系上红色绣标的各种民间团体 包括工人 农民 军事院校的学生 和机关 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等 狭义的红卫兵则指 大学和中学里面的青年学生 所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 到1966年10月 估计投入运动的红卫兵 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 1966年10月之前 红卫兵自发的组织和发动了 反工作组运动 破四九运动和大串联运动 1966年10月之后 又积极地投入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正是这一个特殊的群体 也是最容易被煽动的大众求生 热血青年 他们近乎疯狂的行为 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当时流行的各种打杂烧 揪斗抄家 造反作权 甚至是武斗 也都是由这些人制造出来的 而且迅速地蔓延全国 一时间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 他们不但到处串联 而且政府还要招待他们 甚至连坐火车都不需要掏钱 真可外事 红卫兵大串联 坐火车不要钱 凶啾啾去罢 凶啾啾去造反 他们高呼 造反有理的口号 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 揪斗所谓走资派 搞乱了地方党委 并造成了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 当红卫兵向流行盘划过 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 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 前所未有的破坏 和对几代中国人 也包括他们自己 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也给党国家和各国人民 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样轰烈的 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 以及造成这一时期 社会动乱的各种运动 又都是怎样形成的呢 或者说又都是 谁退起发动的呢 下面这句颂言 手弄乾坤何止休 就我们做出了预言和总结 我们首先来看这句颂言 手弄乾坤何止休 手弄 他的意思就是操控和把弄之一 而乾坤呢 一指易的乾管和坤管 二指天空 三指日月 四指阴阳刚柔 五指国家江山天下 六指局势大势 七指地厚 八指玄虚花招 而手弄乾坤呢 其实就是天翻地覆 阴阳颠倒 国家天下局势被彻底搅乱的意思 这也跟史书上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 手弄天机有些相似 手弄天机 三国志无书 鹤少传约 又何定本驱走小人 土地之下 身无自主之行 能无鹰犬之用 而陛下埃及宁昧 夹起微禀 使定是从放姿 自善为辅 口证国矣 手弄天机 尚规日月之名 下色君子之路 禁书 陈军传约 习孙秀 口唱篡逆 手弄天机 贵黄诗语 九福五代 所以从这个手弄天机的出处可以知道 本乡宋言 貌而须带穴无头 所言的这个混乱局势 肯定也是因为 当时有人 手弄天机 手弄乾坤所造成的 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关于这一时期的动乱局势 尤其是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各种运动 他们产生的原因 人教版教材 中国近现代史下策提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 它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建国以后 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而何日休呢 休也就是结束 停止的意思 何日休 也就是在说 关于这一时期的动乱局势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何时才是个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 从1950年的 轻肥反霸减足退压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 一直到1971年的 PG四人帮和工业学大兴运动为止 整整28年间 大小运动超过40余次 基本上每年都有 明目不同的政治运动出现 有时候甚至多个运动并行存在 所以以至于 这个纵然了几千年历史发展 预言了中国2000多年 兴衰更替的推背图 都对当时的混乱局势 发出了手弄乾坤 何日休的感叹 而如此混乱的局势 究竟到什么时候 才会真正终结呢 按照常理 一般推背图的衬言 或者送言的最后两句 就会我们做出介绍 我们现在来看 本乡送言的后面两句 99年呈大错 呈王指和在秦州 其实关于这两句送言 网上的解读也是各种各样 在网上 第一种说法是 这个99年呈大错 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会在99年的时候 也就是指今年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的第99年 会犯下重大错误 从而导致政权 或者政党崩溃 其实关于这样的解读 我在解读本乡图像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过了 一般当图像中 出现一个人的时候 这些卦象所有员 就是这一个人的事 而且这些卦象 送言的后面两句 也都是针对图像中的 这一个人 他的一些功过得失 所做出的一个客观评价和总结 比如推背头第三项中 他的后面两句送言是 一只八尽 根优在 窝窝趁机 熟世雄 这两句送言 既是对武则天的一些手段 和作为的叙述 也是对武则天 攻击和能力的一个总结性评价 窝窝趁机 熟世雄 很明显 说的就是武则天这个女人 还有推背头第18项 他的送言后面两句 朝中右键拆光照 宇内称平 气象开 这个右键拆光照 很明显指的就是 继武则天之后 再次出现女人 临朝称制的刘皇后刘娥 而且这个 宇内称平 气象开 也是对这个女人 在临朝称制期间 治理攻击的一个肯定 还有推背头第23项 宋元的后面两句 如何冰火连天夜 游自张灯作水戏 从宋史贾思道传记载 使香阳为乙吉 四道日作格陵 其楼阁亭县 取工人昌尼 由美色者为妾 日淫乐其中 可以知道 这两句送言 跟史书上记载的一样 预言的就是 贾思道的荒淫世纪 通理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推背头第46项 宋元的后面两句 东边门里 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预言的应该是 图像中的这个人 也就是惯像中所说的勇士 正是他从后门进入了地宫 所以才结束了 当时的混乱局势 而推背头第52项 他的后面两句送言 门外客来 忠不久 乾坤再造 在角亢 预言的也应该是 图像中的这个人 也就是曾经 居居独行 瞻鼻乐国 寻找属于自己根据地的这个人 赶走了门外的侵略者 在角亢 也就是今天 河南省的范围内 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角亢 按照太白阴经 杂战分野战约 角亢 郑之分 于臣在臣 为寿行 于也在影川 富城 定陵 乡城 影阳 阳宅 汝南 鸿农 城府 新安 宇阳 河南 新正 苏衍州 所以从这个角亢的分野可以知道 角亢所对应的这些地区 基本上都在今天 河南警力的 许昌 宇州 洛阳 三门下一带 还有推背头第55项 他的后面两句送言 专为为安 见结义 未必河山 自我送 约然的也应该是图像中 扶自己石榴树的这个人 大义保全 江山的举动 还有推背头第59项 最后两句送言 红黄黑白 不分明 东南西北 近和睦 约然的也应该是图像中的这个人 也就是 手持牵动 拔具猪的这个人 建立了大同世界 以及大同世界下的和睦景象 所以 从这些挂像的后面两句送言 他们一致的规律 和语言对象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些图像中 只有一个人的挂像里面 他们送言的后面两句 都是在预言图像中的这个人 他的一些事迹 一些功果得失 以及对他最终的评价 而图像也是图像中 只有一个人的挂像 本乡送言的后面两句 99年称大作 称王指和在青州 预言的也应该是 图像中的这一个人的事迹 还有对他的评价 所以 说这两句送言 是预言中共或者中国的解读 也就很难成立了 而关于本乡送言的后面两句 还有一种说法 说推背图在预言 每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都会预言这个朝代的国座 或者皇帝的数量 我们现在就来考证一下这个说法 看看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 首先我们知道 推背图所预言的朝代 是唐朝以及唐朝之后的所有朝代 而推背图出现的时候 唐朝已经建立了 而能够从建立的时候 就开始预言的朝代 也就是宋言明清了 所以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预言宋朝建立的挂像 我们无论是把推背图第15项 还是把第16项当作 预言宋朝建立的挂像 我们都会发现 在这两项的内容里面 尤其是他们的宋言最后两句 不管是第15项的 欢中自有真天子 扫进群腰见日头 还是第16项的 天将一统 负真人 不杀人民 更权势 都没有预言宋朝的国座 或者皇帝数量 所以 说推背图在预言 每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都会预言他国座的说法 在这一项是不成立的 在宋朝之后 就是元朝 我们来看预言元朝建立的挂像 继推背图第25项 看完他的挂像内容之后 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他的图像 还是他的宋言的最后两句 北关索要 虽牢固 子子孙孙 五五一 都同时为我们预言了 元朝的皇帝数量 也就是五五相加 所代表的十个 所以这一项 确实像网上说的那样 在预言这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就预言了他的国座 元朝之后 也就是明朝了 我们来看预言明朝建立的挂像 也就是推背图第27项 看完了这一项的内容 我们再次发现 无论是他的图像 还是他的寸言宋言 都没有为我们预言 明朝的国座 或者皇帝数量 而他预言的最后两句 江东岸上 光明起 探空说即 有真王 预言的也只是 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 他的一些事迹和信息 所以网上的说法 在这一项 再次不能成立 而在明朝之后 就到了清朝 我们再来看看 预言清朝建立的挂像 也就是推背图第33项 我们可以发现 从他的图像中 船上坐着的人数 还有他的最后两句衬言 主客不分 帝之无子 以及最后两句送言 樊离多撤去 质子半可衰 不但再次为我们预言了 清朝皇帝的数量 是11个 而且还预言了 清朝皇帝 在登记的时候 很多都还是孩子的 一个特殊状况 很明显 这也像 也再次如网上所说的那样 在预言这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就预言了他的国座 所以 通过我们对这四个朝代 挂像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网上的说法 其实只说在了一半 也就是说 在唐朝之后的这四个朝代 只有两个朝代 预言了他的国座 或者皇帝的数量 而且 当我们把预言 这四个朝代建立的挂像 罗列起来 再把这四个朝代的建立着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立即就会发现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那就是 如果推背图 在预言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 没有预言他的国座 那么这个政权 则肯定是汉人建立的政权 而推背图 在预言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 专门预言了他的国座 那么这个政权 则肯定是胡人建立的政权 也就是说 推背图在预言 胡人政权和汉人政权的时候 他的预言角度和预言内容 来讲述推背图的史观立场问题 因为只有弄明白了 推背图的史观立场问题 才能弄清楚 推背图在预言 不同民族政权的时候 区别对待的原因 而推背图的史观立场 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原汉民族的史观立场 他完全是站在中原汉民族的立场上 来进行预言中国历史变迁的 所以当他面对 胡人统治中原的时候 他都会在预言这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立即就会预言出他的国座 而当汉民族建立政权的时候 则就不会在这个朝代建立之处 就预言出他的国座 其实推背图作者 之作为这样预言 不同的朝代 我们通过竞争弹对推背图的注解 也就能够明白 他这样做的原因了 竞争弹在注解推背图预言 满清入关的时候说 辽金而后 胡人两主中原 黄黄汉族 对之得物有愧 所以作为推背图的作者 这个站立在中原汉民族立场上的预言作者 在预言外族入侵 并建立政权的时候 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才会在预言期 政权建立的时候 就会立即预言出了他的国座集合 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 希望这种中原大帝 被异族统治的时代 早点结束的意味 而且关于汉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 推背图也不是没有预言他们的国座 而是会在这个政权覆灭之后 才会充满遗憾的 总结性的预言他们的国座 这点我就不展开讨论了 当然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发现 既然汉人建立的政权 推背图不会在开始的时候 就预言他的国座 那么为什么在推背图第二项 却预言了唐朝的皇帝数量和年数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知道 首先 因为推背图出现的时候 唐朝已经建立了 所以不存在推背图 预言唐朝建立的卦象 其次是 推背图诞生的目的 是为了预言唐朝的国运 所以在这一项 总论唐朝国运的卦象里面 出现预言唐朝国座的内容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我们再看一个卦象 也就是预言满清灭亡 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三十七项 在他的图像趁岩里面 还有他的颂言的最后两句 海内敬吾王半凶还半吉 也都没有关于中华民国国座的语言 所以 这一个卦象 更加佐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不过 关于中华民国最终的结果 推背图在预言他结束的时候 还是跟预言其他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一样 预言了他的最终灭亡 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割据的小小天罡了 并且还在颂言里面 总结了他灭亡的过程 这些 在我解读推背图第四十项的时候 都有详细的解读 看完了推背图 在预言汉民族和胡人所建立的政权 不同的态度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同样是中原汉民族建立的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背图在预言他建立时候的挂项 肯定不会预言他的国座 所以 说推背图在预言每一个朝代建立的时候 都会预言他的国座的说法 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 而认为本乡颂言的最后两句 是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座的说法 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 本乡的颂言 99年成大错 他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呢 其实通过我们前面的反复论证 可以知道 本乡所有言的就是图像中的这个人 执政期间 他的功果和得失 其实也就是他的一些角色和错误 以及这些角色和错误 所造成的影响 还有他们彻底结束的时间 然而这个99年成大错 难道是说这个错误和影响 一直持续了99年 其实关于推背图里面的数字 通过对推背图的整体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数字暗指 所代表的数量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 比如推背图第二人像的颂言 古氏三六又难行 以及第25项的颂言 子子孙孙五五一 这里就是这些数字相加的意思 再比如推背图第二项的颂言 二九先乘十 以及推背图第18项的颂言 三八之年 这里就是这些数字相乘的意思 再比如推背图第14项的颂言 五十三三运不通 以及推背图第11项的颂言 龙蛇相抖30年 这里就是这些数字的实数 还有推背图第11项的颂言 东兵百万入青川 以及第42项颂言 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里也就是这些数字 所代表的一个虚数 不过当我们对推背图中 这些经常出现 这些含义不固定的数字 进行简单的总结之后 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端倪的 那就是当这些数字 在十以下的时候 所表达的数量 一般都是相加 或者相成之后的数量 而不是数字 所代表的真实数量 比如3829之类的 而当这些数字 大于十 而又远小于100的时候 自表达的 就都是这些数字 所代表的真实数量 比如30年 还有53三这些数字 而当这些数字 大于等于100的时候 所表达的都是虚数 比如百万 百万等等 不过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 本项的宋言里面 99年也不到100 所以应该代表的 就是实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样一个挂项 也就是推背图底十三项 他的宋言 百个雀儿水上飞 99个过山西 从这个宋言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这里面呢 无论是100还是99 所表达的都不是一个实数 你不能说 这些宋言是在说 正好有100个雀儿 其中99个飞过山西 所以在本项宋言里面 这里的99年 所表达的也肯定不是实数 而且在特别图里面 出现的这些数字 他们所表达的真实数量 一般都应该依据 这个挂项所预言的对象 来进行合理的解读 比如本项 我们知道 这句宋言所预言的对象 是一个人的世纪 而他的合理数量 应该跟一个人的 合理之中年数 以及本项所预言的 这一例子时期 他们的真实情况相符才对 而且当99年成大错 这里面的99 不代表这个数字的真实数量了 那么也就可以把它们当成 9、10和9这三个数字了 而且这三个数字 也都不大于10 所以根据合理的数量选择 就应该是他们相加的意思 也就是说 99所代表的最合理数量 应该就是 9加10再加9 等于28 也就是28年的意思 而且本项所预言的 这个混乱局势 它所持续的时间 确实是从1950年开始 到1970年结束 历史正正28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解读 合金合理 而春王之和在秦州呢 秦州是一个地名 它最早是在 晋武帝五年二月 官方正式设置 命名的一个地区 据晋书武帝记记载 二月 以雍州拢右五郡 即梁州之金城 梁州之阴平 至秦州 拢右的拢 其实就是指拢山 现在叫六盘山 也就是拢山以西 到黄河以东的 这一片区域 而梁州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水一带 为什么这一地区 被称之为秦呢 秦本义从河 即为野生毛骨 因天水骨石 圣产慈武 故称其地为秦 周王朝时 秦先祖居于犬丘 今天水西南 因羊马有功 被周孝王使封于秦 后来秦人强大 统一了天下 因为此地为秦人故地 是秦人先祖 生息繁衍之地 所以这一地区 被称作秦州 而且在历史上 天水大多属陕西管辖 所以陕西也就有了秦州之名 包括现在陕西的简称 也被称作陕或者秦 所以这句颂言 秦王指和在秦州的秦州 指的就是今天的陕西省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也是在陕西境内的延安 于是这句颂言 也就被人酸酸的解读说 正是因为上句颂言所说的 99年成大错 所以造成了中共或者中国分裂 最后中共又不得不被迫回到 他们曾经的根据地秦州 也就是陕西延安 说实话 这样类似诅咒式的解读 真的一点根据都没有 因为我们只需要 从这句颂言中的 只和两个字 就能知道 这句颂言 其实是一种过去式的总结性语言 比如旧堂书肖书传说 此被指和为工业之事 不可参定机正式之权 旧堂书陈一行传约 见官当雅 指和论宰相得失 不和论越官 这里的指和 都是总结性的说法 也就是指是和的意思 而在本句颂言里面 很明显 也是对本相图像中的这个人 他的历史攻击的一个总结 同时也是对其历史攻击 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也就是说 虽然图像中的这个人 在建国之后犯了一些错误 但是不能否定 他在青州称王时机 也就是在陕西安革命根据地的时候 为抗日战争 解放全中国 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所以 称王指和在青州 这句宋言的意思 也就是说 图像中的这个人 相对于他在治理国家 这二十多年的所作所为来说 运筹帷幄 领命打仗 才是他最擅长的 所以 关于本相宋言的后面两句 跟其他图像中 只有一个人的挂像一样 也是对图像中的这个人 他的功过得失的一个客观评价 而且这个评价 也跟其他图像中 只有一个人的挂像一样 都是站在一个 历史发展的高度上 做出的评价 没有加入任何的主观态度 不过 也正是因为 图像中的这个人 在他当政时期 所犯下的这些错误 比如 错误的发起了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给中国的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和面貌 带来了难以股量的 毁灭性打击 对国人的精神面貌 和民族信仰的摧残 更是延续了 几代人的时间 以至于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 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 尤其是当时的 工农阶级 大众学生 对我们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 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缺乏自信 对我们中华民族 长久以来 自信和自强的民族精神 民族信仰 也缺乏信心 一时间 整个社会妄自菲薄 冲阳媚外之风 极其盛行 所以 就是在这样一个 冲阳媚外 普遍缺乏民族精神的形势之下 也就给国外的文化入侵 颜色革命 提供了可乘之机 于是 一场预模已久 收拾浩大的和平演变 不可避免的突然发生了 这些 在我解读下面一项 也就是推背图第42项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 点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我发布的事情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